大家好,我是太极拳刘教练 我们当年到郑州跟张老师学拳的时候 张老师曾经说过 说他自己当年跟陈兆奎先生学拳的时候 陈兆奎先生曾经跟他说过 一个金刚倒醉就够你吃一辈子 张老师说他那时候年轻 而且又是初学太极拳 所以说他当时嘴上虽然服服 但是心里不服 他认为太极拳有这么多招式 为什么一个金刚倒醉就能让我吃一辈子呢 后来我出外走访交流的时候 曾经遇见一位陈老师 这位陈老师也告诉我 如果你真正的掌握了城市太极拳的金刚倒醉 那么你就掌握了城市太极拳的80% 余下来的招式套路推手三手 不过是在金刚倒醉基础上的衍生 我这个人呢是比较理性的 我知道老师不会骗我 所以当年对于老师的话 从理